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是休閒玩家 那今天我們選的是麥希這個角色 我們玩的這個模式呢就是要搶星星 可以看到每個人頭上都有星星 那我們擊殺對方之後就可以搶到他身上的星星 那麥希這個角色他的普通攻擊就是火箭 他其實也是一個長條狀的 可是我們是休閒玩家啊是射不準 那射不準要怎麼辦呢 有一個方法就是可以貼近對方射擊啊 可是你推貼近對方他射到你射他兩個彼此傷害 那時候就看誰的瞬間爆發力高 所以我剛才就是貼近人家攻擊 那我們是個休閒玩家有時候這種 遠程的指向技齁打不到別人 你看我現在就是貼近貼近對方身邊攻擊 這現在我們17顆星對方12顆星 欸我們現在19顆了 欸欸欸 哇 先搶到20顆星的人就勝利 所以我們這一場死了不少次 但是這個傷害力 也是三位裡面最高的 那下一場欸 嘖我們換個方式好了 我這個是稍微 稍微跟對方保持距離 好等對方出現之後我利用自動攻擊 這個效果好像還不錯 好我現在躲在障礙物後面 欸 那這一場我就跟對方保持距離 哇這個躲不過欸 小炸彈躲不過 如果對方在草叢就沒有辦法用自動攻擊 欸欸 哇對方好厲害閃過了攻擊 有時候我們 要往後直線跑也是跑不掉 所以還是要善用鹽艇 那這邊的時候是 抓到對方好像沒有擊中火力 那我們三個一起往先壓 欸 結果我意外就 就 死了 所以這場也是靠隊友 那現在下一場 好 好 這隊友很衝啊 直接往前 這張地圖有不一樣啊 那我們一開始也是先躲在草叢 但對方如果是投擲型的他應該 要先探查齁 所以探查蠻 蠻重要的 好現在對方也躲在草叢 那如果是投擲型的技能的話 最好就是遠遠的丟 最好就是遠遠的丟 喔 我這時候剛好 欸 運氣運氣 唉唷唉唷唉唷 唉唷 哇 被射到 其實我 這個 這個 邁西 這個角色他是射手 應該要保持距離 但有時候就會忍不住往前衝 唉唷 畢竟 這個遊戲玩一玩太刺激 就想要晉身 作戰這個 有點危險 下一場 好我們這場有一位隊友的網路線品質不好 那我們都是先躲在草叢裡面 這樣的話 當對方靠近我們就可以直接用自動攻擊 嗯 挫著挫著我就被蒸發 現在我們領先兩顆星對方四顆星 其實我們三個人躲在同一個草叢也是蠻危險的 如果對方是一個範圍攻擊 哇 對方還用個表情 啊 哇我已經是第二次了 哇現在比分 星星咬得很緊 我們八顆 對方六顆 我瞄準 你看我射偏了 我都 都瞄不準 是啊 幸好我放了大招 還有靠著隊 我先打對方跑 啊對方要接近我 像對方這種近戰型的要接近我們 我們就趕快後退 然後這時候 自動攻擊就比較準了 因為對方跟我們就是成一個直線 呃 隊型 欸欸欸 哎呀你看我打三發才中一發 喔喔喔 隊友隊友機長 所以其實玩這個遊戲自己不用很厲害 但是 就是要懂得 支援啊 哇 21哇 差一點 我還沒有 唯一的 突然是 你還沒給他 好不然 那些人 你還沒給我 你還沒給我